据央视新闻报道 当地时间24日晚 尼日尔政变当局在尼国家电视台发表声明 对法国从尼日尔撤军并召回大使的决定表示欢迎 声明说法国这一决定 证明了尼日尔人民拥有捍卫主权的坚定决心和意愿 法国总统马克龙24日晚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宣布 法国在尼日尔的驻军将在今年年底前撤走 法国驻尼日尔大使将尽早返回法国 尼日尔政变当局曾于8月25日发表声明 要求法国驻尼大使48小时内离境 法方当时表示尼政变当局无权要求法国大使离境 尼日尔曾是法国殖民地 法国目前在尼日尔有驻军约1500人 7月26日尼日尔总统卫队部分军人扣押总统巴祖母 并解除其职权由军人政权接管国家事务 法国不承认尼日尔政变当局